賺吃 風 西市 金針 團 金針 藍 Люб 這下оля 我就行不囉 實驗 愛勤 雙豐 Somebody con. 她賴... 還好的哭呢 哎呀 喬叻 你咋的 咋个我也回来 感动得哭了 小老公 你爱你 小老公 啥子 我你说个事吗 我们老孩 老孩啥子 给了北电风 还住这儿呢 一人住 不住北电风医院 哎呀 哎呀 我在香港老公 你跟我们老孩找钱治病呢 嗯 哦 哦 哦 咋是钱治病呢 来 我这有 拿到 五万块钱 哈哈哈哈 老公 你太好了 不成的 你老孩就是我老孩嘛 咋在这个 该治病就治病 老公 我们老婆还说 他现在福祉业不得了 还想做福祉的 哇 中福祉好多钱 十万 来 中福祉的钱 哈哈哈哈 走 咱们儿多冲点 转转 熊猫一下 中了 爬娃落地 我觉得你太年糕了 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婆好像 都快不行了 他 他有唯一一个愿望 就是想住在牧马山买一栋大别墅 哎 咱将就这个房子 被两封给福祉都不中了 再反正走了 将就这十五万给他买个房子 哈哈哈哈 老公 他想的是 牧马山的那种别墅 十多万可能买不起 你想 好 老人家的 也是你心愿 我到你来 我咋可能不笑嘛 要不这样子 嗯 我想你肯定不愿意 我要不得那个 你带圈儿赶紧 去借点钱还是咋咯 你是我老婆 跑女儿去借咱借 我还要个面子呢嘛 哎呀 我想你 你也是半会儿 可能 我马上那个别墅 你也拿不出 有 我 有 有吗 开玩笑 你们老公 有的是钱 我跟你说嘛 我给了 房单子 我去开餐厅了没有 你啥子 哦 没有 不哭啊 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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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坐呀 好好好 好好好 我今天上个车 要得要得 哎呀 哎呀 你母母的 妈妈妈 哎呀 管她的 钱嘛 纸嘛 生不带来 死不在心 只要老婆高兴 拿起用就知道 都是她的 开门 哎 哪个 五 哎 二吗 啥子来 哎 不是啥子 心情不好 我中间坐一会儿 哎 不挑肥 一会儿 安育肉 三婚一块 啊 我这儿 补了好 就是 哈哈 你看嘛 你都说我找不到婆娘 那跟着去三婚 还是多幸福的 你对我后来 她怎么办呢 给我洗脚啊 干我 也还是弄饭啊 弄菜的 好 还是要注意到 现在社会大了 要是听别人 跟我说 你咋知道 你看我的样子嘛 怎么就找那个女人 我真的要真美 被骗了 肯定是 江点儿也散 把房产中 我拿去低了 钱也拉到就跑了 哎呀 你咋那么美哦 我在心里 你们那个 老年没有 我都说 我给钱 老婆 对我 来了 来来来 来来 站上我的朋友 哎呀 善啊 我现在真的善啊 来来来 老公 哎 这是我的好朋友 王二王 这个就是我的恩准的 那个老公 我突然觉得 我肚子有点痛 哎 你们摆着吧 哎 这谁 这谁让那么舒适 你的耳朽 哎 哎 哎 你们摆吧 哎 上次你吹过来好了 上次 我给站上我的好朋友 王二王 来来来 哦 摆点摆 他是怨句话呢 他喜欢怨句 变个呢 变个 快 你在 Episode 给我肚子也是痛 你这是 의哀咱 那没有 我刚才觉得 不是 这 嘿哈哈 这就是你的嫂子 那个麻花 这个是mee 你看他是嗨子 啊 看他拳笙子 那种虾子 拳上占 啥意思 他在来是我呢 你不叫她拳 手子啊 这 你呗 你 Lopez 你是不是 the 麻煩你一直不在我啊 家族得黑的那個字 我不曉得我 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真的啊 就是他愛啊 媽各位 你是太愛的吧 她說的你是她的差女朋友 把她那個本本給她拼了 房子給她拼了 你要拼了你這圈那個房子 是不是你 我們結過婚嗎 沒有結過嗎 難道 結過嗎 你如果不信我 你媽媽等你 你來看吧 是你兒要找她房子 叫我和大爺 誰把本本換下沒有 到底咋回事 他肯定是看見我的美貌那邊想跟你戳脫的 他是那種人 你咋能聽他的話呢 你肯定是 我跟你倆在一起 你咋可能請這年來的呢 是不是嘛 咋對 你 哎 是不是嫉妒 我嫉妒你 我嫉妒你嫉妒你 這個女朋友我考慣了那麼長時間 我考慣了我一兩年了 我那三婚 我就是趕緊記憶出來 老公你要不站著 我說媽 這種朋友就要不要 就是 你咋了 把那個 把那個 你一起上頭來跟他打 好 哎 我好人叫不去啊 你憑啥子你這樣說 媽媽 你聽我說話 你不要上當受傷 我上當我自己我看不清楚 我自己老婆 你來說 哎 憑啥子你來說 你理智了嗎 我理智了 我就直接說清楚 你憑啥子要這樣 我站著你 有沒有我的老婆 我沒有站著你 要不然我們要不然不去 你來去 絕對 絕對 絕對是塞著我的 我啥子給你 走他 走 沒有 老公 我跟妳說嘛 這種男的就該收拾 沒事我出去馬上 馬上就壞 不是 我出去看 我們老婆馬上就壞了 哈哈 不如想看哪個頭 哈哈哈哈 隨便說 哈哈 她說那麼啥子 看你哪的咯 什麼衣服呢 你衣服都算多了 咦 看 真的啊 我真的找了你 哎 我要問 我把厲害團去問清楚 咱都 各位觀眾 您好 歡迎收看本期的幸福在哪裡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 幸福觀察團團長是 心理學家 馬燕 今天來到現場的 幸福觀察團團員有 四川省歌舞劇院編導 蟑螂 職業媒體人 陳昊 律師 行連超 摩托專偶會主任 宋美惠 四川省區研究院演員 李宜黛 威威到來 幸福開懷 大家好 我是馬威威 歡迎大家收看 幸福在哪裡 哈哈哈哈 每個人都渴望幸福啊 生活生活 生下來就要活下去 在我們的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啊 來面會遇到一些狗狗卡卡 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也有人說了 其實生活如果真的是一番風順的話 回想起來也沒得好大意思 人啊如果要想活得成功 要想今後活得幸福 其實生活當中多一點兒磨來 反而是一個好事情 只要你把這個卡翻過去了 你就會發現同樣還是一個晴天 那麼今天想和各位老師討論一個話題 那麼至今為止 在你的那個整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的啥子 沒翻過去的坑 或者就是已經翻過去的坑 當時你是咋個處理的咋個解決的 很簡單 遇到任何問題就去解決面對 就行得啥 你逃避也逃避不了 反正有問題就解決 如果解決不了 你已經不是人力範圍能解決的 就啥子表象了 自己進了人士聽天明 拆到三千比有路 對我來說睡一覺 第二天啥子坑都好了 我覺得肯定有很多坑在 我實際上沒翻過去 我繞過去了 比如說 我記得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想出國留學 沒出城 是不是 繞過去了 想讀博士 沒讀城 沒學習也不好 繞過去了 想買個大別墅 沒完成 咱買個公寓 就繞過去了 有的東西呢 就是你有理想有目標 但是確實不一定實現 主要是保持一個平和的心態 但是並不意味著說 我們就放棄努力 我最大的坑 是在工作上 工作上 工作上 當時 搭建的平台 就可能一下就沒得了 然後完了 真正那段時間 其實我自己很清楚 用了一年的時間 就 啥子事都沒做 就是說 去調整心態 然後去尋找一個 心理 心理一個方向 或者機會 當時已經隨數不消了 都說 你要選擇 就你要做 到底是做某一方面的專業性的東西 還是做A方面專業性的東西 而且在以前的東西都不負存在了 要從頭起步 所以很痛苦 我曉得 但是 我的建議就是說 用時間 你要翻卡的話 翻那個卡一定是要用時間去翻的 到什麼時候就說什麼時候的話 今天有呢 那你就今天好好讓它發揚光大 那今天沒有呢 你就今天為了明天繼續努力 所以坎與不坎 那就要看你自己努力的如何 你的努力程度夠了 你的坎翻的速度也就是快 人生總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坎坷 我們應當始終保持一顆 積極向上的心態 面對生活中的不如意 而今天來到現場的羅先生 卻表示 他的心中有著戒不開的戒 這到底事情是怎麼回事呢 到我們節目當中 講了什麼事情 希望我們幫助 我就想把那個 我的兒子 托付給我哥哥 姐姐他們 你兒子好大 我現在二十二歲 為啥才二十二歲 要托付給你哥哥姐姐 我有病 我有點腺 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你有點腺 有高血壓 有糖尿病 你現在是 我盼我走那個兒子前面 你病得很老火嗎 病得老火嗎 我疼你了二十多年了 你娃娃二十二歲 她是啥子問題呢 就是要人照顧 她是重症幾千元 你的一千元 重症你一千元 我掉了一下眼以後 我才曉得重症的一下眼 特別是急性的 醫生當時說 他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 現在是得用一天 一天 一有肺一天 五千多一天 醫生咋說呢 醫生說他 醫生還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的意思是 就是說無法治癒嗎 他也沒說無法治癒 他說保守治療 你自己癟癫 塘腸病高险癡 病了好久了 癟癫癫 癫癫沒有汙裏 二十一五年 也在西藏打工 要是回來 在西藏高lares院 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 突然倒下去的 afar 去到機下公司 大工 幾天時間 三四天時間就發作 發作的事情 那就不甘用了 一個癟癫 就是說�... 他要發作 是吧 糖尿病是好久查出来 糖尿病在22岁 是控制电线的 还有高血压的 2015年我是个生病开始 老主席开始的时候 我两个哥哥两个姐姐 他们给我处理一个月500块钱 身后费 包个持有什么东西 你是个哥哥姐姐还救济你 救济我 所有积蓄全部 没有积蓄 请问你的老婆呢 我儿子两岁是一分的 就一次你带的儿子 付过这个付养分的呢 没有 那娃娃病毒他有没有负担资金呢 没有 从来没有 没有 不要说他现在病毒负担资金 就是娃娃成长过程当中 他来关心过娃娃 没有 一次都没来过 一次都没有 关心了所以抛弃了 等于就不要这个娃娃了 那你有没有再婚呢 没有一直没有 那么儿子好久查出来是记性一些 九月七月 七月份 二十七月份 有今年七月 你儿子是有没有工作吗 没得他也没得工作 也没得工作 是吧 当时是你跟你才级生活吗 还是说当时已经出去了 他外头独立了 去打工去 他独立了 他出去了 那你现在把娃娃 这个重病的二十二岁的娃娃 想拿给你们过时 你们的那个经济势力负担 他的医药费 想逃避吗 还是想你出去打工挣钱 来负担他的医药费吗 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呢 不是说我 我不也不是逃避 我是托风口打过他们 但我打过他们 一直也没负打过我 知道吗 到底是管还是不管 那如果你打过不表这个态 他也不能附带你咋办呢 我也就是这时候放弃了 就放弃了 因为你自己都不晓得 自己能活好久 前过妈倒在 2003年 我妈死了过后 他就不能过 对呀妈妈不在了 然后哥哥又把这个孩子 接受过去了 其实这个孩子 等于一直你也没有养 那么就是说 在你儿子 从初中 初来在你哥哥打工 你都没有给过他 任何的生活费用 没有 从来没给过 就包括你给哥哥 也没说给点钱 帮你帮我带下 这个儿子都没有 都没给过 没的 你在以前挣到钱过 没的 以前挣到钱 然后协会家头过 没的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都是自己用的 乌漏偏风连夜雨 本应罗家兴的多种疾病 家庭状况 已经苦不堪言 如今 儿子又患上了一线炎 担忧着 怕自己走在 儿子前面的他 也只能将孩子 托付给 哥哥姐姐 但 哥哥姐姐为何 不愿意正面的回答呢 他们是否拥有着 什么苦衷呢 他上来两位哥哥 你都姓罗 我是老大哥 老大 老二 他最小 老大老二老三 你们一共几子妹呢 五子妹 五子妹 另外还有两个 两个妹妹 妹妹是他的姐姐吗 他的姐姐 对他是老幺 对 最小 昨天晚上在医院里 我医院里就是这样 附生我打电话 他是不晓得 突然就比较小 一个月 一片调言好多次 就是他有时候会说话 有点混乱 说话 说话他是前言不大后 有了现在 是这个 我开始觉得他多正常 后面就是会这样 他如果心里一紧张 一着急 他就前言不大 找不到事情 找不到话说了 你们兄弟之间感情好不好 我们兄弟之间感情相当好 非常好 西早住了18天 最终于我们中江先生 明年 又住了两个月 以后用了18万多的钱 他都是我们 你说就是你兄弟 他嘛 2015年 你前我们兄弟之妹 给他一哈 一哈 给他把这个 一共用了18万 从西藏到中江一哈 一共用了18万 刚刚一哈以后 他就做了一两个事 18万全不是你们几子没给他出来 明镇上还报了一部分 交来过后还报了一部分 他有一把是吧 有一把 他15年的时候查出来是电线 是吧 当时是 唐耀兵一期的电线 唐耀兵一期的电线 那出血 是不是像他说有个情况 就是他的娃娃就是说他确实一直没能力来附带他娃娃的生活费啊所费都他都没附带过 娃娃呢是是刚刚离婚两岁那个时候离婚他们两口 我想问一下冒昧的问一下就离婚的原因有没有因为他这个糖尿病的原因 有这个他老婆 有这个是一年 他当时有些派遣他有病选嘛嘛 他一边老婆呢就提出了一份 是老婆提出了一份的 他的老婆就是 后来在也没管过 没管过了 那就是你的母亲在家 我们的母亲嘛 在带 在带 在带对 就是给钱的就是他的那个生活费啊生活费啊就是他我和我们那个那个小妹妹 平时他有个恶人要寄点钱回来 对 对从小时以上你们这家人都在 对 集集他了 对对对 就是他是偶尔寄点钱回来 对红颜国家也是跟生日啊跟妈的生日啊寄点钱回来 措施像他这样子说的就是他在外面措施挣不到他钱 他一个那个糖尿 他那个病人引起措施没得了让你挣钱 娃娃就是从小时妈妈在带着 初二的时候 据说是被开除了 初二的时候不是他自己不读了 他不是开除 但是他不想都成绩撇 但是我就弄到我们有个朋友在商场里面上班 他上了他才十五岁 十五岁你把他带到成都来上班 上了后就 上了半年时间 十八岁那年就跟他在西藏去 西藏去他得病的时候呢 他大概是就十八岁飞了他二十五年嘛 飞了的时候呢 他爸爸不好了就飞了就给他爸 最后他爸刚刚在做乐营上载 做乐营上载他就 他告诉他说我给你我他大爷我给你们减些点负担 我出来这二钱 一趟一趟走出去 就摸一摸一两年时间的电话都没得 好 这里这个重振一千元 十二号晚上 十二号晚上 就三个月十二号晚上 在成都 他从哪里回来 你问他他从西州回来的 去伊州 哦 这西州回来身上呢 只有106块钱 那个当时的他爸那电线 当时我在成都 他就跟我妹妹打电话 我们儿生里在面呀 他最后就把他弄到那个医院里去住院 当时医院都不收他了 就是你儿子走的那两年哈 他跟你打过电话没有 打过 打过 一直到现在为止 回来为止 你还打过五个电话 他就是只说的 爸爸你放心 我不要你管我 你爸爸你病养好 原来从孩子两岁起 罗家三兄妹便一直负担着罗家姓和儿子的生活 那么现在面对着罗家姓的托付请求 兄弟俩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他其实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把娃娃托付给你们 想打断一下 你说什么 他根本没有持有 我们就这么多 兄弟姊妹赶紧这么好 一起用那么多钱把你救出来 现在他又 他也不他杀手 他不他自己 他不放弃了 他说 他依他的儿子 我说你怎么点的钱 能够依你儿子吗 我说我们几子妹 还是进最大的努力 跟你儿子弄起着 一起走 我们说我们没说要放弃 跟你儿子借他 他那么点的钱 我说你我们点的钱 我们点的钱 且就得能够一把你儿子一号码 他之前在说 他自己把自己娃娃听了 是吧 他给妹妹又吃了 电线饿 他吃了又 他把所有娃都听了吗 他电线的电线一千一千 电线糖尿病高学的娃娃都听了 他们又没有买 没有买 没买 你们不是把娃娃逗给他了 但是他没有用吗 他没有 我们是一千五百块钱 就是你们三子妹 三子妹一人拿五百块钱 你拿五百块钱 我们吃那个妹妹就拿了米面油 就这样子安排 龙村那个妹妹家庭情况本来也老 为什么要让他走 我为了几个儿子不没吃 所有的我都不吃 但我哄的哥哥他们都在吃 但你不吃我外 你不想不信呢 算了算 你不想活了 只要把儿子结合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他说你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娃娃 我们肯定不愿意接受 我们他自己还有家人多嘛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一个是弟弟 一个是侄儿 对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你们倾向于救哪个呢 一个都不放弃 因为我借我们最大努力 那么你现在就是说 每天抛开能报的 也就是要付得好多钱 抛开要 他现在只得养那个地方 只把他到百分之 本市除了自费用之类 就把他到百分之五十 尝试过找他的母亲没有呢 他的母亲电话都没联系过 没电话 只有他跟他外公 我找过他 外公找过他 外公拿了一千块钱来看 我问他 我说还能给他 给他你打个电话 我说你 我三十条生命 我们大家都救他一下 他说你不要去打个电话吃 你是啥工作呢 二哥 我现在也在上车上班 两年多关系过 上车啊 这个二哥呢 等三轮车 现在吧 现在呢 现在也是 现在还在等三轮车 对 怎么样 我们小兄弟才一岁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死了 就只有妈一个人 把我们五姊妹养当 妈又没有在过分 你知道吗 一直把我们五姊妹带到 所以说我们五姊妹的关系 应该是好 说说地上能解 那你帮就尽量就帮到最后 他是清醒的 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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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说看着他 都想把他放弃 你们见到他是 他求生欲望很强 很强很强 他就是他问他们 小娘娘 他说 你跟那个 跟跟子儿关系好不好 你还是待了很多年 关系都好 感情还是好 还是可以 医生给了一个准确的 稍微明确一点 那个答复 没有的 就是说他那个要好 大概还需要好久 他这个人说的 这个时间不定 时间不定 他这个人说的时间不定 他也说的很累 他说的 他说的 他现在出了个白蛋白 比起把那个付税 慢慢的消下去以后 才能翻卷 整整二十年 罗姓的母亲 对他都不闻不问 生病的这些时日 也只有外公 拿过一千元来看望 这不禁让我们十分吃惊 在接到求助电话之后 我们的编导 也匆匆赶往了 德阳市人民医院 今年二十二十了 你是好久开始 有这个病例了 五月份 今年五月份 是咱们发现 得了这个病例了 我开始在外面 让我爸身体不好 我出去打工 我整去 一样的就样子 爸爸身体不好 是爸爸有啥日子病啊 电线 爸爸有电线 你平时和爸爸 关系怎么样吗 好 我都去爸爸 我爸爸离开婚 爸爸离开婚的 妈妈呢 二十年没接 想不想妈妈呢 不想 有没有妈妈的消息 这些吗 我的 有没有去找过妈妈吗 没有 现在你有这些 都是爸爸在负责是吧 我们能处理经纪人 我们的账备车 我老费车 我们扯的钱 也是很想治好这个病 是不是 在采访罗琳的过程当中 罗琳的阿姨告诉我们 原来在我们来到之前 罗嘉信刚刚被抢救过 你还求你是哪一位呢 子儿 子儿 姑姑 哦 那平时是你在这儿 照顾子儿吧 那你看嘛 他 鸟儿都有发病了 刚才 看嘛 好可怜嘛 可怜得很简直是 看嘛 他平时是好久发这种病发一次呢 看着这无助的一家人 看着思念母亲的罗琳 幸福向导马维维决定 变化连线罗琳的外宫 叔叔你好 我是十二点在幸福 在哪里的马维维啊 你好 真叔 就是你女儿啊 女儿之前那个前夫 就是罗大哥啊 罗大哥 他现在就是向我们求助 说他本身就是有殿下 有糖尿病 然后有高血压 然后现在 你的女儿的亲生儿子 也就是你的亲外孙 现在得了机型的医生儿啊 这个情况你晓不晓得了 我晓得 我晓得啊 这个真叔 我晓得你肯定也困了 你能不能给我 你女儿的电话 我们跟她联系哈 行不行 他应该求助 他也没得正式的工作 我晓得 我身体也不好 这些他们该求助的都求 该实际的实验 没办法 确实很困难吗 确实也困难 都困难 你困难 这样子吗 你困不困难 我们晓得 那个嘛 我们你把电话给我嘛 我跟他联系哈 好不好 确实困难吗 就是说困难的事吗 没的事 确实困难 这个都用不住 这个他们说 都用不住 什么样子用不住呢 这个啥你亲生儿子哦 亲儿子嘛 这个东西他们该付也付了嘛 该吃的吃啊 该付就付啊 当年离婚 好像一工资 给了一千八百块钱 这个儿子 不是不是啊 你搞错啊 你得搞错啊 给了好钱呢 咱们搞错啊 就咱们 诶 真说啊 你不忙的吗 不忙的 我们性费几货 百二路门证嘛 好不好 不得空 我晓得 我晓得 你有点回避 你不愿意给你女儿电话吗 没关系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据说你女儿现在上海 重新组建了家庭 是不是 嗯 并且还有个十岁的娃娃 是不是 这个就是要 我是要重新组建家庭 我晓得嘛 这个也正常嘛 这个离婚那么多年了 组建家庭正常 娃娃已经十岁了吗 能不清楚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你女儿下在上海里边 到底经济条件 肯定还是比市场里边 要优厚一点嘛 优越一点嘛 因为关联一样 有没有在工作 身体也不好 长期对了一个胃 对了一个胃 这个胃啥子 长期受缘 只有还有一个啥子 他们弄了 弄了 弄了都没办法 因为这个给他们自己的资料 给他们用的用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 让我们再次做经济 就是从各个方面 该拿的拿 就是从各个方面 就有资料 知道吗 女婿怎么样吗 女婿那个经济条件怎么样 上海这个 也没得工作 都没得工作 知道吗 女儿给你寄过钱 回来没有 女儿 没有 有寄过钱 没有的 她的部分 我以后还烧死了 差不多这么多年的 现在女儿 晓不晓得 她那个亲生儿子 得了那个重症的 以前 你跟她说过没有 这个他们 他们 他们的行销发过 江哥 江哥他也有她的难 就消灭了 她晓得这个事吗 就是女儿 女儿 晓得这个情况 哦 该 该制度的制度 要晓得吗 这个东西 我们说 我听说你拿了 一千块钱回来 你拿了一千块钱 是你拿回来的吗 还是你女儿拿回来的 我拿回来的吗 小陆 他们这边更困难的吗 这个你的前女婿 她有糖尿病 她有那个电线 有高血压 她自己都不想喝了 那么这边的困难情况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小陆 真的放弃了 或者她不想喝了 或者她走到 你这个外事儿前下头了 那你们打算 就是不管这个外事儿 等她自生自灭 是不是这意思 外公的说辞 不免让人有些心寒 那么此时此刻 现场的幸福观察员们 又是怎么样看待的呢 他们会给出 怎样的意见呢 先从法律层面说呢 两个人呢 其实小孩啊 现在已经是独立了 小孩都已经22岁了 都是独立的成年人 也就是不存在 谁是谁的 监护人的问题了 其实呢 我都不识子 这个母亲啊 疼儿子 这是天旨 这是本能 但是呢 如果是长期的 不生活在一起 这个本能也会淡化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要理解 并不是说 她妈妈是个多坏的人 我倒觉得不一定 只是说感情 不一定强烈 这是一个 第二个不含意的矛盾 第三个 确实经济上 肯定也不宽裕 如果经济宽裕的话 做样子也会做出来 要疼自己的孩子嘛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伦理上呢 都非常难说 因为这是一道 一个家庭 一个贫困的家庭里面啊 怎么样去救治 自己的家庭成员 这个医疗啊 有的时候呢 这个一分钱啊 难倒英雄汉 得这个病 从小的病 比如你癫痫呢 还有这个一线营啊 有的家庭呢 就是无妄之灾 永远被付不起的 其实你说 我们的社会很残酷吗 也不一定残酷 比如说 也该买的保险 已经有了 国家还能给你负担了 百分之三十四十的 这种医疗费 国家也在尽 国家的责任 你看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义务 也在尽责任 然后社会上呢 能够 如果是能够找一点 这种社会的资源 是更好的 只能是这么 我觉得尽人事 然后呢 把自己的最大努力 给表达出来 尽量的往好里走 虽然说看起来 他们两个都有病 但是他这个病 也不是说 万全无法医治的 首先他的点线 和高血压 这个高血糖 其实很多人 他都会存在 一个满性病 这个是靠 就是日常的热物 还有包养 他会煮到一个 很好的孔子 所以我觉得 首先这个 罗大哥一定要振作起来 像你三个说的很对 你把娃娃丢给人家 人家又咋弄呢 人家有一家人 人家有娃娃要管 在这种情况下 兄弟姐妹能够 这样子情形的 全家当餐的原因 拿钱出来给你们吃 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 真的非常不错了 这个是我见过的 非常团结的一家人 也是很难得 见到这个景象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你们应该觉得 非常幸运 因为在民运的考验面前 研制了你们的亲情 这个不是每个家庭 都能收获的 所以我想你妈妈的在天之灵 应该能得到很大的安慰 那么就是我们很多好心人也好 还有就是看到节目 我想我们本来有很多热心的观众 肯定愿意生出一份援助之受 本来我们节目现在提倡的意思 我们能帮大家 我们也尽量帮大家 包括有些机构和国人 也在尽多的参与 包括现在我们也得到了 波瑞北电风医院的支持 也来给我们提供基金 所以在钱的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尽量的赋予 所以说你首先自己强大起来 心理上身体上都自己 努力去做到最好 那么国国做的整理已经够好了 分在这儿来也祝福你们大家嘛 有时候我们跟命运做抗争 但是同时 有听天有明的准备 因为我们仅仅是听天明 对吧 始终有些东西流转不过来 我们就心里头是要有准备的 剩下的就是比如说 我不想你们去 轻松抽这些平台 你们去煮美的 煮美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种东西 包括网络里的量也好 媒体的量也好 尽量的把它利用起来 让社会的力量 来支持那个家 你的所有的亲人都在支持你 如果你自己放弃的话 你想想 现在你的娃娃在月头住气 对不对 你不持有 如果你在到了 又要照顾你 也要照顾娃娃 你不是本来 就又给这个家庭 又在增加这些负担吗 是不是 该吃又要吃 你身体好了 那么我就对于这个家庭来讲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前进一个负担 因为不用花更多的这个精力来照顾 你那么可以去把这个精力 分到娃娃身上去 我觉得可能这一点 你可能真的要好人考虑哈 两年回来的时候 病那是叫不测风云 这个不怨他 身上106块钱 这个时候走投无路了吧 干嘛 知道回家了 那这个家 接得住他 接不住他 如果他回来时候 他没有这个病 他会不会回来 他知道他爸爸 现在已经都这个样子了 他能为他亲爹做点什么 我们再说 他妈妈如此的冷漠 难道这个孩子不冷漠吗 也同样冷漠吧 这个爸爸现在在想 我自己不治了 我死了 把这个钱留给我儿子 你自己不治了 你死了 你现在你的孩子 需要你的时候 你说我不管他了 我死了 你不知道你活着 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吗 这难道不叫冷漠吗 这么多年 你们父子 不是靠爹妈 就是靠兄弟姐妹 那到现在 不说一点点回报都没有 还一直在去消耗 一直在消耗着 现在连亲情都在消耗 这哥哥姐姐们为了你都要出去 都在玩命 那这个病床上的孩子和这位兄弟是不是也要做点什么呢 你们至少也要让你们的亲人觉得是温暖的吧 我们在呼吁社会 我们所有的陌生人要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我们要去帮忙 肯定要帮 一定要帮 我们七七都在帮 只要来到我们厂上的 我们就没有不帮的 各位老师说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 不管节目帮 还是我们个人帮 我们都在帮 但是这种帮 真的飞水车行 这种期待 如果期待的很大 可能落空的基数也会很多 所以我们总说 要自救 要自救才行 孩子现在生了这么严重的这个病 当然只是说炎症 他可以 他可以经过一段的治疗 他就可以好起来 可是一天 大家想想五千块钱的消耗 什么样的家庭能够支撑得起 可能我们做节目的这些人都不行吧 包括我们观众阿姨吧 我们可能所有人拧在一起 我们可能都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消耗的水准 所以更多的援助之手 大家更多的杯水车心 要注入来 要注入来 这个也可以有 也不是不可以有 那 其实 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一个付出 收获是什么 这个孩子好了 拿什么来去回报社会 拿什么来去温暖亲情 拿什么来去孝顺他的父亲 拿什么来去反哺这些叔叔大爷 姑姑婶婶 对他的这一份爱 尽管说今天他在病床上插满了管子 好像我也觉得我的话有些残酷 但是我们想想看 这是不是就是事实 是不是就是现实 今天你们来 呼吁大家来帮忙 大家也会帮忙 但我也呼吁 呼吁这个家庭的这样的温暖的亲情 可以这样子被投射出去 投射到更多的家庭 投射到我们的社会 让这一点点的温暖之光 也去照亮我们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爱是需要流动的 只有当这个爱被流动起来的时候 一切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 听完了嘉宾们的意见和建议之后 三个人是怎么想的呢 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这个罗斯基兄弟 他们今天在我们舞台上 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两个哥哥 包括两个姐姐 真的是有情有义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看到 上次兄弟反驳的 为了挣钱啊挣财财 他们之间那种爱 让我们深深的感动 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内心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电视节的观众朋友 真正真正的能够帮助一下这个家庭 收人玫瑰收有欲想大家多帮帮忙 这个家庭确实到了很 到了一个绝境 一定要写着手来共同的给他们加加油 帮助他们 那么同时呢 我就代表成都 波润 北电风医院 把这个幸福赐财基金 这个转向基金 交给我们的罗大国一家人 好不好 希望你们振作起来 好不好 那么这是我们罗斯三兄弟 三位 三位哥哥 就是非常坚强的三个男人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最小的一个罗大国 能够坚强起来 好不好 千万不要放弃 好不好 拜托电视节观众朋友 帮助他们 谢谢你们 目前罗家兴已经恢复用药 而儿子罗琳也主要是他在照顾 我们衷心的希望 罗家父子能够早日的健康起来 也衷心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谢谢 好了 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本期幸福在哪里的全部内容了 在节目最后 我们要感谢建华芝麻油火锅底料 感谢腰麻子藤椒油 感谢金鸡富方双花藤质养差剂 感谢美会时尚生活馆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将会获得由腰麻子藤椒油提供的 精美礼品一份 了解更多资讯 您可以登陆四川广播电视台 官方网站3w.stv.com 您可以关注微博 微信 以及四川手机电视客户端 当然我们也希望您在收看精彩节目的同时 关注到我们幸福在哪里的微信平台 通过微信平台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以及提供节目的线索 请记住 幸福在哪里是一档全真实的 情感调节类节目 最后 我们要再次感谢成都博润白颠峰医院 对幸福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 成都博润白颠峰医院 电话8819999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